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地股市延续调整态势 湖深两市低开低走 深圳市场跌幅较大 创业板指数下跌超过1.5% 从行业来看 半导体与AI手机板块跌幅剧前 贵金属与养殖业表现较好 互指收报2905点 跌幅0.92% 深圳指收报8553点 跌幅1.38% 创业板指数跌1.66% 科创50指数跌1.79% 两市成交缩量至7200亿元人民币 香港股市下挫超过2% 创超过3个月收盘新低 恒人指数低开279点后反复走低 午后跌幅扩大至439点 尾盘跌幅略有收敛 但仍失守17000点整数关口 恒人指数收盘报16945点 下跌359点 跌幅2.08% 主板成交105亿港元 累计全周恒指下跌75点 跌幅0.44% 大部分蓝筹股下跌 科技和金融股跌幅居前 美团大跌近5% 小米跌超过3.5% 阿里与百度跌近3% 汽车地产和博彩股也普遍走弱 不过部分医药股和中特股股份 逆势靠稳 亚太区其他股市全线重挫 半导体成为跌市重灾区 日经指数创出史上第二大的单日跌幅 下跌超过2200点 跌幅5.8% 台湾股市也刷新史上最大单日跌幅 下跌指数收跌4.4% 韩国股市则大跌近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的芯片大厂英特尔在美股盘后 公布了上一季度的业绩 油盈转亏 公司随即宣布要裁员大约15% 并暂停派息 拖累它的股价在盘前急错超过两成 受到AI巨额投入影响 电商亚马逊预告第三季度的营业利润 也将大幅放缓 也拖累它的股价在盘前一度重挫8% 不过苹果公布上一季度业绩好过市场的预期 则带动它的股价在盘前升近0.3% 苹果公司公布截至6月29号为止的第三采集 收入上升接近5% 超过857亿美元 净利润则上升接近8% 超过214亿美元 期内帐总销售收入4成6的智能手机部分 收入按年下跌接近1% 但平板电脑销售表现理想 收入上升接近2成4 而包括硬件保养费 云端储存及串流电视服务收费等的服务收入 增长达到1成4 按地区划分 只有大中华区业务收入路的跌幅 按年跌6% 但仍然是集团第三大收入来源 占比达到1成7 电商亚马逊第二季度收入上升超过一成 接近1480亿美元 净利润更深接近一倍 达到接近135亿美元 不过预测第三季经营毅力 最多达150亿美元 少过市场预测3亿美元 预测收入中位数为1562亿美元 比市场预测中位数低 大约20亿美元 受消息影响 公司在延长交易时段股价 一度下跌超过8% 另外芯片制造商英特尔 在第二季收入按年下跌1% 到128亿美元 并且由银转亏 录得超过16亿美元的净亏损 公司同时宣布 作为削减营运成本100亿元计划一部分 集团计划裁减一成半人手 同时第四季起停止派发股息 以及削减资本开支两成 消息曝光后 公司在事后延长交易时段 股价曾经下跌超过两成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再来关心最新的数据 美国最新公布7月份的 非农就业数据 就业人口是11.4万人 低过预期的17.5万 那么失业率是4.3% 连升四个月 那么受到数据的影响 纳指期货盘前跌幅 扩大到2.2% 那么市场预计 美联储9月份会减息50个基点 至于亚太区的股市的跌势 则传导到了欧洲股市 目前全线下跌 投资者避险情绪升温 其中科技股重挫到半年新低 金融股也重挫 我们再当年回顾 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 由于市场担心美国经济放缓 加上大型科技股 特别是芯片股再度被抛售 脱累费城半导体指数 昨夜下跌超过7% 创下2020年3月以来的 最大单月跌幅记录 而昨夜的美股三大指数 跌幅也都超过了1% 其中纳指则下跌超过2% 在会市方面 日元对美元今天持续升值一度 升穿了149水平 创4个多月的新高 而人民币也大涨 积极会价一度 升穿了7.20大关 跟离岸价同步创近3个月的新高 美国刚公布的经济数据 引起市场对美国经济硬着陆的担忧 美国国债收益率周四大跌 10年期收益率失手4离大关之后 在周五继续下跌 刷新半年新低 其他期限收益率也普跌 两年期收益率刷新去年5月以来的新低 日本公债收益率跟随跌势 10年期收益率大跌超过7个基点 失手一离大关 创出6周新低 美元汇价受到打击下滑 其中对日元失手149日元关口 对瑞士法郎也触及2月初以来的新低 但对英镑则触及一个月新高 日本政府发表的年度经济分析白皮书警告 日元疲软推高通胀率 至高于工资升幅 会损害家庭的信心 削弱购买力 同时也提升小型企业的进口价格 财务大臣林木俊一表示 正密切监察汇率波动 希望日元近期反弹 可以降低进口成本 亚洲货币走势分化 人民币中间价下跌53个基点 到7.1376 创出去年11月21日以来的新低 较市场预测的7.237 偏强1061个基点 偏强幅度再次扩大 据路透社测算 CF ETS人民币汇率指数 较周四微跌0.07%到98.96 创出3月15日以来的新低 不过极其汇价在小幅高开后反复上扬 并在午后进一步转强 一度涨破7.20大关和200天均线 中场大幅收升296个基点 到7.215 创出5月7日以来的新高 全天的波幅扩大到500个基点 成交增加至近506亿美元 黎燕汇价同步大涨 也曾涨破7.20大关 创出近三个月新高 与再安价的价差微小 市场人士指出 中美富力差收窄 助力套息交易平仓 推动人民币反弹 一年其美元人民币掉期涨破付2800点 创出超过两个半月新高 其他货币方面 马来西亚林吉特大幅攀升超过1.5% 刷新一年新高 但印度卢比失手83.75 刷新历史新低记录 促使央行继续干预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好 相关的话题 我们立刻请到今天晚上 我们邀请到嘉宾 声闻贯献 盛先生你好 你好 主持人 先生 你刚刚也听到了 最新出炉的7月份 非农就位数据低过市场的预期 美股期货出现大跌的一个情况 那么市场原本是欢天喜地的 要迎接美联储的减息 但现在发现 如果美国的经济一旦真的陷入衰退 那么美联储要到9月份 才开始减息 会不会已经为11万 已经严重落后了 所以我们看到 现在这个利率市场也预测 如果到9月份美联储减息 恐怕要减50个基点 所以你怎么看 今天晚上美股的一个反应 以及目前市场的一个反应 可能会对美股带来什么的影响 首先我说一个最重要的观点 也就是我7月1号 来咱们凤凰卫视做节目的时候 说的一个观点 我要再重复一遍 就是7月11号的CPI的数据 是美股由胜转衰的 最重要的转折点 那么这个转折点之后 我认为美股的下跌远没有结束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美股现在的上涨 几乎全部是靠着 AI这个概念 以及这个七姐妹这七家大的科技公司 而整个的科技公司呢 目前我们从财报上来看 云服务的微软亚马逊的财报数据里面的云服务收入都不及预期 你看谷歌的云收入 微软的亚马逊都是不行的 也就是说接下来我们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剧情呢 就是美国经济的衰退 包括今天这个飞动数据已经证明了 美国经济进入衰退 硬着陆 然后云服务的需求退潮 然后就是互联网公司减少对AI的资本开支 最后就是AI产业链迎来全面回调 是这样的一个完整的链路 以及这周如果纳指没有能站回50日线的话 则就会引起来大量的这个对冲基金的抛售 好 那么我们看到市场除了对于经济前景的担忧之外呢 又有大型的科技股 特别是英特尔的业绩让市场失望 所以也触发了今天我们看到全球的科技股 特别是新面股遭到抛售 导致亚太区的股市包括日本韩国还有台湾股市 都出现的这个小股灾 如果照您刚刚的这个判断的话 恐怕股市动荡才刚刚开始 这是不是也意味着这个科技股的泡沫破裂 目前已经开始了 投资者到底应该怎么样应对目前市场剧烈的波动情况 首先我认为目前的低估值的港股 尤其是港股中里面一些优质的资产 成长性的资产 在随着美联储降息这样的高利率的压制 终于得到结束之后 估值应该得到修复 以及最重要的 我们的香港的港股里面的特别优质的一些 大型的科技股互联网公司 我认为都是非常好的机会 因为这些公司之前因为美股的强势 资金全部被吸引到美股去 我们港股作为一种复相关的一个资产 没有得到重视 另外一方面 这个估值没有办法做到得到提升 因为他们的AI的业务不够优秀 而美国的利息又这么的高 所以的话美元的利息又这么的高 所以的话呢 我们的整个的互联网巨头的固执 受到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压制的 所以这个里面的话 我认为港股的机会是确确实实存在的 那么随着美国的AI的浪潮的这个破灭 特别这个整个泡沫的破灭 那么它随着衍生的韩国的科技股 以及日本的科技股 都像前一段时间 摩根斯丹利之前讲的那个东西一样 就是说这个地方是绝对高估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认为真正低估的资产 就在A股和港股 原来大家都瞧不上的 A股和港股在这一轮的AI破灭中 发现这个地方是低估值的安全的 能够有给投资者相对稳定回报的这些资产 我觉得是不错的 另外的话要重视债的机会 因为美联储的降息的话 我觉得9月份可能已经不仅仅是25个BP 能够搞定的了 原来大家的定价可能在25个BP 但是经过现在的非同数据 我认为可能接下来9月份 美联储不得不降息50个BP了 一口气降低50个BP 否则的话恐怕兜不住 第三个 我觉得一些外汇上的交易更加确定了 比如说 我觉得美元跟日元之间的这个汇率 我认为我现在觉得147这个价格 或者150的这个价格 仍然是不合理的 随着美国这样的非同数据出台的话 我认为日元会可能要往145甚至140去走 是 我们刚刚今天港股A股也都说到外围的影响 不过这有一些利好的一个因素 人民币今天就突然急升 所以市场也憧憬说 会不会就是日元拆仓后的资金的一个回流 那您刚刚也特别说了 可能日后的形势发展可能有利于A股跟港股 那到底那A股跟港股的走势会出现什么样呢 是一个大幅性的反弹呢 还是说有可能再出现一个牛市的一个行情 就这样 就是我们把A股和港股的内外因素拆开来看 首先外部的这种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利好 就是说美股的这个崩盘 以及这个非常重要的美联储的这个降息预期 终于就是更加的紧迫了起来 更加更加实质了起来 原来大家都是猜9月份要降息 那么目前按照当下的这个经济形势的话 我觉得恐怕美联储的降息的速度 以及力度都要比目前市场中预期的要快要猛 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就解除了估值上的这个压力 那么实际上就是分母端得到了这个一定的保护 但是分子端我们依然要看到中国经济目前仍然存在着不确定性和一些比较困难的一些现实的问题 那么这些现实的问题呢 必须随着我们三中全会以及最新的中央人群会议提出来的一系列的政策 把它用好用足 不断发力更加给力 那么这样的政策的发力呢 我觉得市场其实在后院的等待的数据 比如说设定数据 比如说房地产的销售数据 比如说物价数据 比如说PMI数据 等等 那么能看到我们要能够从这样的低通胀的环境中走出来 走出这个低通胀的螺旋 能看到中国的上市公司的EPS要能够走强 美股盈利要能够变强 这样的情况下 在叠加我们外部的利好因素形成一个戴维斯双击的情况 那我觉得A股和港股才能形成持续的反转 否则的话呢 我觉得估值上的修复 伴随着对政策的预期可能会有反弹 但是呢 要想反转的话呢 还需要基本面进一步的夯实 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一个需要保持耐心 投资者需要保持耐心的一个重要的时机 日后港股的机会在哪里 我觉得港股的话 首先医药方面我觉得是非常看好的 因为首先这个前一段时间 大家对于CXO这块有比较大的忧虑 担心被美国制裁 那么随着这个国会法案 但相关国会法案没有得到推进之后 那么我觉得至少在2024年相关的这个制裁 不太可能会出现 那么也就是说呢 那个相关的这个医药的公司 美国的相关的大医药公司 对于那么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些港股上市的这些 中国的这些医药公司可能会比较的有一个好的订单 那么这些订单量会对它的业绩进行一定的提振 那么另外的话呢 就是我觉得美股的降息呢 也会对创新药行业的估值得到一定的提升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互联网行业 我觉得港股互联网也是一个非常优质的资产 那么之前呢因为AI浪潮 大家不太愿意去做非AI的科技股 那么随着纳指的破灭之后呢 那我觉得港股的互联网内的这个商业公司 我觉得也应该引起定重视 OK 非常谢谢先生 就我们今天产业一点话题做的分析 非常谢谢你 下一节回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沙特的主权财富基金 跟中国主要的金融机构签署了六份量解备忘录 它的价值达到500亿美元 来看报道 好 踏入8月份中国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趋向宽松 人民银行的逆回购操作缩量 并且打破了地量记录 而国在10年级的收益率呢 也曾经触及超过22年的新低 但之后转身 中国人民银行周五公告表示 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 当天在公开市场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 进行了11.7亿元人民币的7天7逆回购操作 是逆回购自2015年初转为常规操作之后的单日新低 据此计算 全州央行竞回龙2037亿元流动性 不过跨越之后 银行间市场资金面极为宽松 隔夜回购利率跌至今年初以来的新低 7天7利率则创出接近一年新低 匿名系统上 隔夜报价在一离半位置有巨量供给 再次触及央行临时隔夜正回购的操作线 但央行下午没有进行隔夜正逆回购操作 债券市场则先涨后下跌 10年期国债收益率早盘出及超过22年来的新低 30年期收益率刷新历史新低 但午后市场传言增发新的特别国债和提振消费政策将出台 为债势降温 国债期货价格中厂大多平收 只有30年期价格走高 10年期收益率回升到平盘上方 30年期收益率跌不足一个基点 一级市场方面财政部激发30年期特别国债 中标收益率创出纪录新低 但与二级水平相近 三个月贴线国债的收益率则持平上周 较二级低约17个基点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沙特主权财富基金PIF跟中国六家主要的金融机构 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它的价值达500亿美元 和PIF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了六家中国金融机构 包括了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 建设银行 以及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和中国净出口银行等等 备忘录涵盖的合作领域 包括了鼓励通过债务和股权双向资本流动 是沙特主权基金促进全球机构伙伴关系战略的一部分 中国商务部在上个月表示 愿意和沙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密切贸易投资往来 也欢迎沙特的公共投资基金 以及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等企业继续扎根中国 针对今年上半年内地影子规模出现下降 中国商务部的官员今天强调 中国经济对外资的吸引力没有改变 并且指中国会进一步的放宽市场准入 推动向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 有序扩大开放 今年1到6月份 内地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989亿元人民币 同比下降29.1% 中国商务部官员2号在出席国信办记者会时指 这主要受到去年同期高基数的影响 同时中国将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并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 立足于我们自身的发展的需要 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的扩大开放 近期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强调 要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国内需求 商务部消费司官员在回答本台提问时就指 下一步将以消费品以旧换新为抓手 做好政策衔接 稳住大宗消费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尽快的印发 进一步做好汽车家电 以旧换新工作通知 汽车这个政策呢 还要速及过往 速及过往 就是过去享受1万块钱补贴的 已经享受到的 也要按照2万块的标准给它补齐 不能说让早消费的消费者吃亏 黄黄卫视 小鹅王磊 北京报道 香港住宅买卖中数呢 连续三个月下跌 并创五个月的新低 但是交易的金额则略回升 香港土地注册处公布 7月份送交注册的住宅楼宇买卖合约 有3723份 按月下跌超过3% 创二月以来的新低 买卖金额超过了356亿港元 按月回升3.4% 按年则增长3成4 市场人士指出 港府撤纳的利好因素已经完全被消化 加上高些环境持续 导致市场观望的气氛浓厚 但随着减息周期将至 以及多个新的楼盘减价推售 有望可以刺激楼市的成交回升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宣布成立一个工作小组 以加强本地证券市场的发展提振投资者的信心 新加坡金管局在今天发文指出 工作小组将会由金融管理局的高级官员和市场的专家组成 目标是要吸引并且培育优质企业 加强市场的活力和流动性 以及打造轻商的监管制度 工作小组并将针对五个方面进行讨论并提出建议 包括支持和鼓励新加坡交易所的上市公司 拓展国际市场 吸引公司到新加坡一级和二级上市 改善市场流动性 以及吸引更多首次公开售苦IPO等等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再会